OK 我们先来回答朋友们的问题 这位朋友他提到 做四年号学生有几个问题 一 如何辨别 禅乐与愉乐 OK 简单的来讲就是 禅乐导致平安 愉乐不导致平安 我记得以前曾经有朋友问过我 那是不是要对这个平安也不执着 禅乐他奇妙的是 他的平安来自于不执着 所以你如果说 那是不是还要对那个平安不执着 你只要能够加升你的平安 那么你就能够不执着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 眼前的这一种 不管是欢喜信心幸福舒畅 各种的乐 他能不能够导致于 你内在越来越归顺于无欲 然后他的直接的结果就是平安 好第二个问题 如何让内在的 平安保足 持久 我们在修学念处的时候呢 你可以 时不时去检查 眼前的这种禅乐 眼前的你这种自处的方法 怎么样在滋养 如果说你滋养自己的手段 很粗糙 很间歇性 很无常 很微弱 那么你就会发现到 你心 它经常坐立不安 它必须要透过很多的活动 很多的反应 很多的想象 很多的白日梦 很多的攀缘 去获得它想要 如果你能够经常留意着 高明的滋养你自己 它的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 你人会变得高级来 这意思就是说 你对于那些 没有益处的动作 没有益处的忙碌 越来越不感兴趣 连对那种世俗的人 所认为的 我人生 我应该好好善用时间 去多学一点语言 多学习一些技能 多去读一些书 多去旅行 增加人生的经验 等等的 很多你都会看到 这些行为 它的空洞性 然后你会自然而然 有一种懒得去做它 的感觉 你会懒得做 那是因为你 好像更大程度的去 贴抱着内在的平安 所以你可以越来越不 越来越不依靠 外在的条件 OK 然后第三个问题 如何放松的念主 怎么选择适合自己 的念主主题 你应该把如何放松的念主 当做是念主的 观察的一个部分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现在在 浸泡在身体的触感里面 然后你有可能会发现到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的眉心是皱起来的 你的焦距是锁在身体 锁在身体某一个部分 甚至是锁在身体的全部 整个身体的这个范围 这个轮廓 然后透过这样的观察 你会发现到 实际上你不需要这样子 这个部分可以放松 这个部分可以 不要去理会它 当然有可能在不同的阶段 你会觉得 这些部分的 井还是需要的 那也没有关系 不用勉强说 一定要放下这些井 但是如果你经常去检查 你是怎么用功的话 你会发现到 很多的井 它是可以调松的 包括你使用注意的方法 包括你使用的语言 包括你使用的概念 异象 很多都可以丢掉的 像你在修学生念主的时候 可能不经意的 脑海中会浮现出 身体轮廓的那个影响 有没有必要来维持这个影响 能不能抛弃掉它 能不能够让自己 像那个盲眼霞一样 不要用眼睛 所以你能够更全然的 浸泡在触感 或者另外一个比喻就是 别人在给你按摩 在给你做止压 你如果一边被人家止压按摩 你一边分心去玩手机 那么你从触感这个地方 得到的享受 它是打折扣的 你如果能够 眼睛不要疲劳 耳朵不要听声音 心里不要打忘念 纯粹浸泡在 别人帮你按摩 止压的这个触感里面 那你更容易 能够深入的去 受用 这个按摩得到的好处 那你这边讲到 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念著主题 一个是可以透过 跟有经验的善有的互动 它可以给你提出建议来 一个是你可以自己实验 看一看你对于哪一个念著的主题 是容易下手的 是特别感兴趣的 是特别针对着你眼前的大的盖障 举一个例子来讲 假如说眼前一个特别大的盖障 是身体的紧张感 那深念著有可能是适合自己的 眼前的盖障 如果是特别跟无聊有关联 那么那个受念著 信念著有可能是特别适合自己 你对于无常非我这些主题 特别的感情 就那么法念著 有可能是适合你的 OK好 我们再看第四个问题 自我要求过高 总是用阿罗汉的标准要求自己 说很多道理却做不到 带来苦受 怎么对质 OK 阿罗汉们 他们所流露出来的 在世俗人的眼睛里面 觉得他们很清高 哇 他们怎么能够这样的修苦行 可是以阿罗汉自身的主观来看 他们不是在修苦行 他们是 不需要依赖复杂的欲望 那是因为高级懒 然后但世俗人不懂 不知道说阿罗汉这样的自处的方式 是更轻松的 更舒服的 他以为说阿罗汉是 一个大成就者 超人的意志 超人的成就 那实际上阿罗汉他是 捐气一致的 他的所谓的道德 也不是以世间的那种道德标准 来要求自己 所以如果你能够在修行里面 懂得如何舒适的自处 懂得如何放松 懂得高级懒 懂得用更神力轻松的快乐 来取代复杂用力的快乐 那旁边的人看你 很容易把你看得觉得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但实际上你的自我操作上面 并没有需要更加的复杂困难 OK 好 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的信比较长 所以我不会全部都念出来 但我相信今天讲课的内容 应该有好一个部分 回答了这位朋友的问题 然后你在这个信里面 最后面问到 感觉离真正的解脱 还有很遥远的路要走 请教朱老师 如果一个在家居士 想要朝向正得出国的目标 要如何去进行修行的重点为何 另外如何知道自己已经胜得出国 佛法他要能够归顺涅槃的道路 有很多不同的 光是能够认真的去体验 无欲 少欲 那就构成解脱道的重要部分 然后你怎么知道自己正得出国 其中的一点就是 你对于这种世俗的人 用成就的标准来看待自己 我正得了什么 我获得了什么 我变成了什么 不感兴趣了 你直觉上觉得 问这种问题 我正得了什么国 什么国 是一个 你不感兴趣的问题 是一个没有建设性的问题 就算是佛陀现身 给你印证说 你是正得几国 你也是平常性 你觉得这些 就是现象 你内心的平安 不是来自于你获得了什么 而是来自于方向 如果你有这样大的魄力 也就是说魄力大到 正不正果 这个问题已经对你来讲不是问题 别人跟你讲 你有正果 你也是平安 别人跟你讲 你没有正果 你也是平安 那就有可能 OK 好 我们再看 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 他提到了 关于无成贤之士 的几部经典 无成贤之士的几部经典 没有提到灭 这个灭是什么意思 是指抑郁的止息吗 在一个程度上 是的 它指的是抑郁的止息 那我为什么讲说 一个程度上是 因为抑郁的止息 在修行里面 它就是意识的止息 意识的止息 就是世界的止息 世界的止息 就是痛苦的止息 所以到底这个止息 这个灭 灭是哪一个 它通通都是有关联的 对于执着的灭 它和苦的灭 这两者 有什么意义上的差别吗 在禅修上 没有什么大的意义的差别 抑郁的止息 和意识的止息 没有什么 太大意义的差别 OK 然后接下来 你又问 您之前说过 有随喜随重随年 我对此有一些恐惧 我从15岁 到现在四年不到的时间 一直在受抑郁症 和人格解体的折磨 过去两年 我的心智不成熟 给父母身边的朋友 带来很大伤害 还有大概在13、14岁 我奶奶教我轮子 那套东西 我当时跟着信了好长时间 还分享给朋友 我觉得这对别人 是很大的伤害 还有一次在生病期间 和家人起了争执 拿刀片想要自伤 我母亲在阻拦 我的过程中被误伤了 我记忆中 我当时是无异的 基本上可以确定 99%的概率是无异的 我觉得这是我记忆中的污点 我不知道怎么去化解 以及对于一直在复发的抑郁症 还有亲生亲相 这里您可以吓唬吓唬我 也就是说说它的坏处 会带来什么不好的过 我该怎么办 OK 我这里不需要吓唬吓唬你 这是跟你讲 这些记忆 这些过去都没什么 我所谓的没什么意思 不是说要 好像磨灭你所 经历到的困难跟痛苦 我所谓的没什么的意思 就是说 人在烦恼当中 不断地在做 折磨自己 折磨别人的事情 这是世间的常态 如果你从世俗的标准来讲 妈妈被你误伤了 这个好像是很严重的事 可是如你所说 你这个是无异的 然后就算是有异的 有异的也是无异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就算是有异的 它也是无名烦恼 不知道用更高明的方法 和家人相处 一时的从容等等的 所做出来的事情 你会对这些东西害怕的原因 是因为 你对这些记忆在认同 如果你真的看到 这些动能 是只有在你减实起它们 只有在你认同它们的时候 它才对你产生影响力 它就放下 我们情世里面 那种过去是无时以来 做的各种的 我们说无逆中业 各种不可思议的罪行 窝窝的 肮脏的 罪恶的 荒谬的 糊涂的 和众生 集体的记忆库里面的 可以说是毫无差别 差别的只是在于说 哪一些部分它不断地被唤起 哪一些部分不断地被重复 哪一些部分被认同 你还有没有要去扛起这些 这些内容的惯性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是 放下涂到立地层 看到这个就像是看到陌生人的记忆 一点都没事 就好像是 看待另外一个众生 他做的 你心里面只有 同情了解 慈悲 接纳 贫舍 这些有用的情绪 然后抑郁症 你不用 把他想到说 这个是你的 心智不成熟 你这个人多么的坏 你的业力 我见到很多有抑郁症的朋友 他们都是特别扫手的 他们人格是特别的敏感的 他们对于人生的意义 是特别的深思熟虑的 如果一个人 他的厌离心 还不够成熟 没有成熟到 能够把他提升到离遇 灭 舍 那么很多时候这种厌离 他会产生出来的迹象 会有的时候像是抑郁症的倾向 会像是那样子 所以抑郁症的那个症状 他不是全部都不好的 他有一个部分是让你 特别的在对苦在敏感 特别在感受到 这世间一些无聊的事情 他都没有趣味性 你看了更深的地方 平常心看待 这些什么人格解体 这些什么抑郁症 在放松 觉知 当中 没有不能够治疗 没有不能够超越 然后你 接下来继续问道 另外 在我这个年龄 青春期的年龄 我和父亲的关系 貌似越来越僵硬 他本身是一个原生家庭 不太如意的人 这导致他渴望在子女身上 使用权力好为人师 这也许是亚洲家庭的一个通病 这让我很不自然 原因 是我也一个程度上 渴望说了算 渴望被认可 渴望被尊重 渴望尊严 我该怎么去智慧地和家人相处 或者我怎么化解那个对尊严的渴望 你会渴望尊严 那个表示说你是自爱的一个人 所以渴望尊严这是一个 起码在修行过程里面 值得追求的目标的 那尊严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 那就是说如果你越要去强求他 你越不容易得到别人的尊敬 你若你越是不时脚踏实地 不求回报的努力 你越能够耕耘出那个时间越久 那你越稳靠的内在的和外在获得的尊严 然后我们的尊严并不一定要从家人这单一 一个区块里面获得的 尤其是你那么年轻 你在这个年纪 然后跟家人的互动关系 如果说你希望家人不是以小孩子的角度来看你 这个是太强人所难 我们要获得尊严可以从我们的同侪 可以从我们的朋友 其他的地方获得 然后跟自己家庭的互动 当然一方面有智慧运用的空间 可是另外一方面也不需要强求 说我一定要跟家人处的是全然符合我期盼的那样的程度 跟我们有缘有化学的人并不一定是亲人 那当然如果你能够愿意以耐心 以慈悲心多替父母亲体谅 不是只是扮演儿子的角色 而是有的时候扮演他们治疗师的角色 扮演他们倾听者 扮演他们祝福者 甚至扮演父母 对你自己父母扮演父母的角色 多用一些心思 多用几分的耐心 这个都是功德无量的事情的 然后第三个问题 我是一名国内的高中生 面临着考学的压力 以后就业的压力 以及很多殊不过来的问题 我并不指望谁能帮我解决这些 实际存在的事情 我想请教一下 怎样更 骇然地面对这些无可逃避的现实 以及 我要怎么样达到出国 那种 Anyway the wind blows This does not really matter to me 那种 八风不动那种万花 从中或遍野不沾身的心境 把所有生活里面遭遇到的压力 都转化成为 慈悲凭舌的能量来源 为了 看到这样的压力 心存感激 这些压力 他让我们不会变成 高慢 带多的天神 我们在人世间的压力过里面 所以修行的速度要比绝大部分的其他的场所快速飞长 如果你想要在修行上面快速的成功 那唯一的做法就是 能够尽量的排除掉杂园专注于心 专注于那个烦恼它是怎么构成的 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 八风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原因 它是来自于念头它的内容 还会招迎呼唤我们的对应 如果我们能够泰然不动地看着念头 它不管什么样的内容 嫵媚的声音粗暴的声音等等的 你都清楚知道这个是念头 你有了这样的定力 你就会很容易地在面对事件的八风上面 你会觉得那不是什么 好 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 尊敬祝老师您好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和蔓延的泪水 给您写下我最近的收获 我终于有机会看到自己 内心的贪欲 明白了以前对 纯真爱情和和睦家人的追求 不过都是自己的贪婪和占犹豫 这些感情的纠葛都是在无时无刻的 对比平衡着自己和相关人们的付出和收获 谁在满足自己的需求 谁在索取自己的资源 夫妻或家人的关系 更多的是社会教育我们的伦理道德认知 所谓纯真的爱情就是 你的这种对异性的爱只能给我 你只能跟我成家生子之类的双方互相占有和控制 家人之爱也是这一类的 放下这些条条框框 最根本的是要如何去满足自己的欲望 甚至什么是恋爱和性行为的快乐 也都是被灌输的概念 有了禅修基础后 我重新再去观察这些行为中的体会 感到的是强大的压力窘迫 甚至是痛苦的身心冲击 不是说我没有获得而痛苦 而是这些行为本身就是痛苦和压力 我也并不想要去抱怨什么 只是看到欲界本来就是如此面目 我现在心里是轻松了太多 我不再把病态看作常态了 我不用再去纠结和爱人家人的平衡 不再追求用他人的付出 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我还是有期盼和计划 就是能够继续稳定的独居修行 尽心宁神 归顺觉知一切安好 非常感恩您的教会 也请您给我指出当前需要注重的问题 和继续努力的方向 OK 好的 这种醒悟是很深刻的 是很好的 我们一方面 身体因为无欲 而享受着平安 另外一方面 内心有笃定的斗志 笃定的决心 要能够独居修行 尽心 明神 归顺 觉知 然后呢 这里面如果出现杂质 所谓的杂质的意思就是 你为了要追求能够继续稳定的独居修行等等等等 而产生出来隐约的不安 隐约的得失心 会隐约的急迫心 平复它 把这些小的干扰都提出掉 我们是可以一方面由着内在强大的清醒 警醒 决心 在支撑着自己的修行 然后另外一方面 不断的把那个过由不及 那个多出来的部分 把它剔除掉 把这些剔除掉 你就能够更纯粹的安住于无欲 然后你若是纯粹的无欲 那么不用很久的时间 你的心就能够得到自由 OK 好 下位朋友 一道尊敬的朱老师 感恩您的耐心解答 学生原来是学习集中专注在皮肩的禅修方式 后来接触了阿江林 谈尼沙罗尊者 然后是和老师您学习 我目前是用谈尊的方法 可以感受到全身呼吸的触感 呼吸按摩着身体 以及身体一些部位的电流感和 经脉的气息流动 也有宁静的感觉 有时觉得虽然息变全身 但太紧太硬 尝试用你说的镜子的方法很有帮助 那种僵硬很快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更神的宁静和安详 在座上有了这种感觉后 在生活中就比较能得心应手的运用 当我觉得心应某件事 或某个念头或某人说的话 而纠结抓紧时 我就回忆起座上的经历 把外界的事情 当成是觉知这一镜子的显现而已 就可以比较快抽离那种琥珀的压力 但是在座上 我却先有喜和乐的明显感觉 想请问老师 我应该如何调整和进步 OK 首先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 缠纳最重要的成分 是平安 是正面 喜跟乐 可有可无 然后呢 你也应该把喜跟乐 重新理解 你对于身体 无欲的这种平安感 懂不懂得享受 能不能够看到 你的身体 它是趋向于无欲 而有振奋 而有欣喜 感觉到 这种能够彻底无欲的状况 是一个你喜欢的 你欢迎的 你愿意再更进一步升华的 如果是 那就是那个叫做喜 那所谓的乐 就是当你的身体 无欲 然后它舒畅饱满 它不需要 忙 不需要慌乱的 回应 不需要过多的攀缘 它就有宜然自得 那个叫做乐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然后如果喜跟乐 还是你还是觉得很少 那没有关系 不要紧 安住于无欲的平安 你只要能够 对平安有一种感觉到 在这里已经够好 这个就够好 当下就够好 那么自然而然 加一些时日 喜跟乐 它会自然的产生 然后关于 然后接下来 你继续问到 禅之的喜和乐 和受念处的喜和乐 是一回事吗 坦尼沙罗尊哲 在讲五禅之中 提到喜和乐是果 另外三支 寻思一尽心是因 我们要针对因 努力喜和乐 会自然显现 那这样 我就只能用 寻和思 这两个工具而已 OK 我自己个人呢 虽然 受到 泰国的 生命传承的 启发 但是 我并 在个人的 喜气上 我并不 全然的和 阿将尼 坦尊等等 所教的方法 是相应的 所以如果说 你有具体 关于修学 阿将尼 坦尼沙罗尊者的 参修方法 你可以直接的 和坦尊 交流 我是没有资格 替他讲话的 那我 唯一能够 跟你讲的是 在我个人的 主观的经验里面 我 比较不倾向于 把五禅之 刻意的去分成 哪一个部分是因 哪一个部分是果 而是能够 弹性的 去善用它 我举一个例子 喜和乐 它并不一定 你要是果 它可以是因 如果你 面对 当前你 体验到的 无欲的平安 能够去培养 越来越大的信心 这就够好的 我在这就可以了 心里面培养着 对他们的欣赏 心里面 微调着 你受用他们的方式 举例来讲 如何能够 更放怀的 更全面的 去享受平安 更深入 然后去把那些 什么无聊感 厌烦感 什么 这个 这些盖章 剔除掉 你是可以把喜和乐 更加精准化的 这就为什么会觉得说 喜和乐 它并不一定是果 它可以是因 然后你接下来继续问道 老师 您在受念处中 说要培养自己喜和乐的能力 那么在桌上如何更具体的培养 除了 除了培养自己的感恩心 慈悲心和对佛陀的信靠 还有什么更具体操作层面上的方法 可以开发自己对喜和乐的感受 OK 举一个例子来讲 降低你对喜和乐的喜 对喜和乐的愿者来讲 加深以下的智慧认知 能辨识什么是真实的 帮助你自己去了解这一点 越来越看清楚这一点 态度上 心情上 越来越信受 接纳 这样的教法 然后呢 你又继续问到 也有老师说 要去开掘身上那些细微的电流 使遍布全身 请问老师怎么看 OK 这些都是方法 然后对我自己个人而言 这些方法都不是教调 对我个人而言 最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够开发出一种能力 使得你自己能够 不断地精致化 你的操作 不断地 让你的操作趋向于无为 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每一个人 他的状况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学 观察细微的电流 遍布全身 不见得的 对有的人而言 他根本管不到 对有的人而言 他观测得太粗糙了 反而障碍他 去享受 那个比细微电流 更加无相的平安 OK 好 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 问题 如何平衡 世间的俗世和想要勇猛精进 修行之间的关系 OK 只要你兴趣高 真的很想修行 那么你就会想办法 一 简化世间的俗世 二 统整 修行 和世间的俗世 所以 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自己在做像瑜伽树 这种运动的时候 我基本上是完全不把心力放在 这样的一个举身 伸展 我要吸气 这样一个俯身 低弯 是要吐气 要怎么观想 怎么配合着呼吸 我完全不理会这些 我在做瑜伽树的时候 就只是单纯的 觉知 放松 简单一个口径 或者简单的 维持着 无欲的状态 在动作当中体验着 没有浴火燃烧的舒适 这是一种例子 然后另外 比如说 我会去 考虑 这个世间的 俗世 哪一些东西 它对于 争议 我的 受用 影响是 为无极为的 让我可以不要理会 别人的想法 别人的说法 懂得拒绝 懂得放下 OK好 问题二 那种 极静 美妙的状态 无法一直持续 心似乎有很大的惯性 想自动的和无欲 重新连接 需要保持 需要持续保持念住 这是正常现象 还是我做的 还不到位 都是的 都是的 所以 所以一方面 我们要帮助自己 去看到 连接的痛苦 无孕的空洞 无孕的无常 等等的 看那个过患 另外一方面 怎么样你能够更省力 更全面地浸泡在平安 好 问题三 这样做 感觉 浴潭 真的在减弱 但总是 感觉还不够好 浴潭 完全地 断除 是否 是需要长时间 用功精进 而不是一次 或几次 好的体验 就行了 不一定的 每一个人状况不同 但是基本上 你若是认真用功的话 他不需要 长时间用功精进 但是他需要 你的觉知平衡 所以举例来讲 如果 当你这样子 用功的修行 心理产生了挫折感 那就表示 你的觉知是不平衡的 如果你长时间 这样的用功 然后 过度地换散 精纯度不够 那表示 你的觉知是 不够平衡的 那个觉知 平衡的状态 会使得你 清楚地知道 什么叫做浴潭 乐意于 减弱 浴潭 潜入浴潭时 你感到欢心 感到 懂得 享受身体的宝足 能够长时间 省力地 维持在这样的 状况当中 能够有耐心 不疾不虚 甚至 你起了一个念头 讲说 我这是不是需要 长时间 用功精进 你会发现到 这里面 有没有隐约的挫折 这里面有没有隐约的 不耐烦 去剃除它 去看到 就连这个都还是一种 谈 好 我们再看最后一位 写信来提问的朋友 主老师你好 我带孩子在自然公园里玩耍 我躺在吊床上 听着蝉鸣 感受着微风 看着绿色的树 蓝天 的确感受到了闲适 很舒服 轻松满足 看手机时间也少了 祥韵也没有那么强烈 老师 我观察到自己的祥韵 多数是在给别人 宣观 讲解 解释 说明 阐述 等等 长篇大论 或者是对某件 即将发生 已经发生的事情 甚至根本虚假的事情 的想象 补充 虚构 我猜测 是不是我对现实 有诸多不满 内心有很多想法 没有表达出来 长久以来就形成了 靠祥韵来 满足自己的匮乏和无聊 减轻 不被听见和看见的压力 我现在很不乐意 胡思乱想 这是恶性循环 更愿意依靠平安 恳请老师的继续帮助 OK 好的 练习 长时间 无想 长时间 不起念头 这意思不是要你 人变呆 而是要你 练习 以一种 平舍的心态 看念头 我们面对绿色的树 蓝天 微风 等等的 为什么基本上 不会受到干扰 因为念头 它有一种 独特的特质 它这个独特的特质 就是它里面 有一个等着你 对号入座 这样的一个虚伪 它的这个结构 它的性质 有一点像是 一朵花 它为了要等着蜂鸟 来采蜜 所以它进化出来的造型 特别的容易 吻合 符合蜂鸟 它的长嘴巴 它的长舌头 念头也是如此 念头 它的产生 它是有一点是 已经准备好 你 对号入座 那个念头 它 不断地在 呼应着 要去招引起 你的谈 你内在的烦恼 你内在的情节 你内在没有化解的东西 所以 如果你 你 对微风 绿色的树 蓝天 有回应 那个回应 相对是单纯的 可是如果你 对念头 有回应 那个回应就是 我在想事情 我很烂 我业障很深 我修行很棒 我正得出国的 我需要别人 我才能快乐 等等等等 念头 你若你入戏 它的一个作用 就是 在巩固 在强化 你的惯性 你的烦恼 所以 在放松当中 静观着念头 不理会它 练习 无寻 无似 的缠纳 那是一个 非常棒的 七星之所 OK 好 这些是 朋友们 所寄来的 问题 对于 现场 朋友们 大家 有没有问题 或新的 周老师 我是跟 刚刚倒数第二根 最后一个 前有他提的问题 有点类似 就是 我感觉 我的 新的 应该说是 新的 活力 或者是各方面 没有那么足够吧 导致自己不能 安住于一些 比较细腻的 就是喜乐当中 然后自己的心 由于缺乏这种能力 感觉很容易 陷入 比如说 比如说你在看手机 或者是各方面之类 你其实是有一些正念 只是知道自己在看手机 但是你无法从 看手机的那种享乐循环中 抽离出来 所以我不清楚 我自己应该做哪一些 方面 一些方法来 纠正这些惯性 或者是各方面这些东西 请各位开始 谢谢 就是 开发 产乐 然后开发 产乐呢 我们开发的次序 是 先开发那些 容易喂饱自己的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过去是强调说 平安平安 可是对很多人而言 平安它是一个 太稀薄的食物 这有一点像是 一个还没有修到 鲜味的人 那个还没有 要准备成仙的人 你就叫他去喝西北风 他会饿死的 可是准备要成仙的人 你要他西风引路 他就够了 所以如果说 单纯的平安 是对你而言不够的的话 那么这个平安当中 你要有更加浓重的喜乐感 这些浓重的喜乐感 它就是来自于 包括什么是健康的自信性 包括你有这种强健的体魄 身体的舒服的感觉 你的生活上面 你基本上没有 你严重的会让你觉得 遗憾罪恶感的事情 会让你追悔 会让你掉局的事情 让你在这个佛法的探索中 有发现的乐趣 有那种进步的快乐 等等 然后从这 从这些地方 你能够越来越全方 越来越深入的浸泡在平安里面 你只要体验到平安 它产生出来的一种力道 就是会让你回过头来看比较粗糙的动作 你自然而然会容易看到它的过患 它所谓的过患 一个可能是 你会觉得懒得去做它 你会觉得那种无聊 很累 烦人 甚至一个简单的 它是很好言理的 有的人呢 他为什么忽然之间 借除掉了手机的游戏 他就是在一个 他就是只是感觉到 这个很好言理 他就放下来 他为什么能够只是感觉到 有点好言理 他就放下来 是因为他 其他条件已经成熟 然后那个压倒骆驼 最后的一根稻草 那个眼睛的疲劳感 就足够成为它 再进一步的出因 我们也是可以这个样子的 所以一开始说 你不见得说 你能够全然的要戒除 某一种的预谈 好 那没有关系 你慢慢的把那个比重 倾向倾向倾向于 产乐 所以呢 这样的逐渐的戒毒的过程 不会让你觉得压力过大 不会让你顿失所依 觉得好像你人生的乐趣 被强迫剥夺了 用这样子的 这种循循善有的观察你的反应 看你需要什么 然后不断地去拓展自己 那个可以体会到 更深邃 更满足的快乐的可能性 那朱老师 顺着您说的这个方向 我想说下去 就比如您在 比如说我经常容易 比如说你 比如说吃中饭 晚饭的时候 会觉得光吃饭 很无聊 然后喜欢看视频 或者在这种 那在这种具体的情况下面 我可以通过怎样微调的方式 来让自己的享乐 是是 好 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一边在 吃饭一边在看电视 然后呢 你看电视的时候 你看到的一个剧情 你会感觉到说 我对于这种 好人被人家冤枉 这种剧情 我已经看很多 有厌倦感 我这个部分可以不用看 我跳过去 或者看别片 我看一些 不用让我那么费心的 让我情绪那么纠结的 你吃饭吃饭的时候 你发现到说 我吃饭的时候 我 但那个急迫 那个狼吞午宴 这个地方 可以不勉强的把它减缓 是为了我自己舒服 是为了我自己减压 而减缓 不是强迫而减缓 也就是说 你在做这一个活动里面 你会发现到里面有一些元素 它是可以被微调的 那你有可能 你看的这个电视节目 它是一个 一个原本是七情六欲 复杂的这种宫廷的斗争 变成是一个 你在看大自然 动物的频道 在看那种田野的生活 这个在压力的构成上都有差异的 你在看这个电视 你在吃这个饭 你心里在处理什么样资讯 它都有可以微调的空间 你的这个吃饭里面 能不能够 因为你身体里面 少了一些神经质 所以那个食物的美味 能够更充分的体验 这些小的地方 小的地方 小的地方 你都可以去微调 你只要在觉知 你就可以一直发现 你就可以发现 你的动作 它有很多 它可以升华 它可以放下 大概我的理解 就是 最好我理解 对不对 就是 周老师 大概就是我们 总的一个 行为的一个模式 要从重口味 像轻口味这样的一个调整 就是慢慢的 对于 就是欲望的享乐 慢慢从原来的重口味 向轻口味 然后再慢慢 如果你能够清醒的 然后 温柔的 去做调整 这个的话 这过程你不会觉得勉强 如果你发现到 这个程度的勉强是 会造成反抗 你没有办法接受 你有可能会旧态富蒙 那你就再调整 好像在带一个小孩子一样 你又要希望 他能够改变习惯 可是你又不希望说 高压的教育方法 让他对你翻脸无情 是的 周老师您说这个方法 我觉得 目前来 我觉得判断到 应该是非常受用的 谢谢你 OK 没有其他的问题 谢谢你 你好 你好 朱教授 感谢您的精彩的开示 你好 谢谢你 学生想问个问题就是 心经里面讲的 心无挂碍的心 与 金刚经里面讲的 三心不可得的心 这两个心有什么意统 谢谢朱教授 这些文字上面的东西 就是看 怎么使用 我们当然是可以 做学术上面的分析 心经 跟这个金刚经 同样属于 班若系统时期的经典 但一个是早期的班若 一个是晚期的班若 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 解释它 但我们也可以纯粹 从禅修的角度来解释它 其中一个可能的角度 那就是 如果 我们对于意识是 放下执着的 然后意识 它和觉知有什么不同 那其中一个不同地方 就是它是着于 过去现在未来 的像的 对于过去的像的执着 就是你背负着一个记忆 你让这个记忆 它影响着你 决定着你未来的倾向 你对于现在的执着 就是你 对于眼前正在发生的境界 有贴富 有隐 有惧 对于未来的执着 就是对于 未来想象出来的场景 你有恐惧不安 你有迫不及待 你有欢迎 如果能够把这些倾向 化解掉 那这个没有挂癌的状态 没有挂癌的状态 好 谢谢朱教授 OK 好 谢谢你 就是因为抑郁症 让我很痛苦 然后我 轻松的这种抑郁症 还是可能比以前要严重的 是 但是我是很 我为什么一直这个 他没有去实现呢 就是我是害怕的 说实话 对对 死后的一些事情 就是害怕说 因为轻松 那种负面情绪 会很严重的 就是影响到 是的 那种 我 但是我 就是很矛盾的心理 就是求生的意志 和求死的意志 他 对 他 他们两个在 就是 好像在打架一样 弄得我 我 是 是 首先 然后 面对抑郁症的 这样的状况 有一种 平常的心态 我所谓的平常的心态 的意思就是说 大自然的意志 它有各式各样 不同种的现象 然后 这些现象呢 是只有在 我们认知里面说 啊 这是我 我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他 他被赋予了 一个很特殊的意义 我们平常的心态 看待说 这只是一个现象 他并不反映出 哪一个人 他有修行 哪一个人 他没有修行 然后你必须要去 确知 不管是求生 求死 那个意志 它的背后 都有空间 然后这个空间 它是没有动摇的 你不是 求生 求死的那个人 你是那个 能够觉知到 求生 求死 他在争斗 他在博弈 的这个背景 就连对那个争斗的 那个本身 本身 你都不给他 多的意义 都不想啊 我快要被打败了 我快要打赢了 正念快要战胜一些 都没有 你就是 清楚的知道 然后Clarance 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 他真的是 产生出 你一时之间 没有办法 管控的障碍 你有没有考虑 就是 透过心理医生 开的 这个抗忧郁症 的药物 白瓶 我是 我是 其实已经 这个病已经治了 要不到四年了 后来 就是跑了很多医院 又去那个首都跑 呃 又去天津那边 都去跑过 当时感觉 没有 他们并没有 解决 没有解决 这个问题 但是 我就是感觉 其实 这些年 症状是 有所 那个 缓解的 他 而且面对 这些情绪 我的能力 也有所提升 但是我 觉得 那是我 就是 可能 随着成长 一些东西 好像不得不 压下来 不得不 他不得不去 呃 就是 可能 不想让 家里边的人 看到 担心 也不想让外人 看起来 就觉得这个人 为什么这么奇怪 可能有这种因素 我们在观察 触感 观察 心情 观察 反应 的时候呢 你有可能 你会发现到说 你习惯性的 那个压 那习惯性 有一种说 它隐藏住 这个 我不要让人家知道 你看到 这个是用力 然后把它 舒缓 也就是说 我们观察 这个抑郁 这个现象 的过程 里面 你如果能够越 如然 越坦诚 越 不需要 透过 中介的手段 只是在放松 当中 看着它 那么就越 有能力 能够从中 超越出来 嗯 OK 这里面包括你 观察你的 这个现象 有可能冒出来的 各种评语 看了多少年了 是进步 是退步 我这个人怎么样 别人怎么看我 你如果能够 单纯的 只是看触感 那很好 如果说 你没有办法 单纯的看触感 你没有关系 你就是看 是观察着 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在对这个境界 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对于这个 这个 内在的这种 不舒服感 还有很多 我们已经 习以为常的反应 平时是疏忽的 可是当我们 在放松安静当中 你有可能会发现到说 那种不舒服感 一出现 你可能 你人已经在恐慌 又要来 又要来争斗 又要来搏斗 又要 你会发现到 有那个恐惧已经出来 那个反应要出来 这些都是观察的现象 你又能够 就是说不要 再给这些反应 有附加的价值 不去参与他 不去给他 推波住 你是知道的 继续放松 你就会越来越看到 不管是求生 或者是求死 那只是一个境 那只是一个冲动感 他出生在 他出现在 一个完全不受干扰的 觉知里面 一个荧幕里面 如果你这样的做 你觉得有困难 你可以用 以下的一种 自我探寻的方法 很不舒服的感觉 就问你就问你自己 这个不舒服感 是出现给谁看的 是出现给谁感觉 好像询问一下自己 OK 还有另外的一些 就是感受吧 除了就是 抑郁症复发那些 不好的感受 其实最近 就是看了您的那些文集 之前我不是很不认可 那个就是所谓的 不呈现的识 就很不认同那个说法 我就感觉 很别扭嘛 然后可能包括之前 学的那些 可能南传他们 交给我的那种 无我呀那种 对 之前我是很不认可 这个未呈现的识的 是 但最近我挣扎了一番 然后我就发现了 就可能就发现新天地了 感觉 旧的那些观念 那些 都抛弃之后 我感觉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描述 确实就是感觉 把那些 很 就是繁杂的那些观念 那些 之前自己很 很去固执的观念 都丢掉之后 是一种很轻松的感觉 是 我在年轻的时候 写过了一个 几百页 批评神教上帝观念的书 然后 后来我 就是说把这个书就 等于是 置之楼阁 完全没有想要 出版他的意图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 在修行面 有一个转折点 让我忽然看到 上帝 神 这个概念 在修行上面 可能产生出来的作用 是什么 然后说真的 如果我们要形容 心 他的那种神庙 他的这种奇迹 他这种不可简约 要把他称为神 应该不是一个过渡的事情 然后 你若你去看 我们这个不断地觉得 这个神很神秘 他不可测 或者说这个心不可简约 不可测 这实际上都只是 意识的角度 这都只是一个念头的角度 那个念头 他不断地要探寻着 新的资讯 所以能够提供给他自己 更多的安全 能够给自己 更清楚的定位 我是谁 我是哪里来的 以后我会怎么办 我如果我亲身的话 也会发生什么事 等等等等 那个都是念头的视野 因为念头 他的一个预设就是 他是一个 一个忽利的自我 然后他必须要透过 不断不断积累新的资讯 获得暂时的安全感 然后这些资讯 没有一个能够终极的满足他 可是最后呢 这些念头 他们都真正能够回家 那回到的这个家 他是不用解释的 他是无法形容的 他不是一个要 补合念头 不安求之欲 而安设的地方 所以 对我自己个人而言 佛陀他所说的 一方面 他要破除 五蕴 的执着 另外一方面 他讲说 如果没有涅槃的话 那么你破除了执着 也没有一个 初药 没有一个归宿 没有一个自由的 解脱的一个维度 我对这个 是 非常认同的 所以 佛法他不是只是一个 把你这个人 拆解开来 你就是 五蕴 组合起来的东西 你无我 叫你不要做 不是只是这样子 是一个让你 全然的回到家 所有的 疑问都解除掉 得到无上的幸福 然后感觉到你彻底的得救 你不再有 不安 不再有恐惧 这样的一个结局 它不是一个 单纯的 无我简约法 就能够达到的 嗯 我明白 是 是 哦 还想我问 我们人的 您先说 我们人的忧郁症 再一次的 你可以 懂得冲浪 善用他的 力量 那个忧郁症 它是一种 在摧毁着你的意志的一个 强而有力的毒药 这个毒药是可以当作药来 对质的 也就是说 如果那个忧郁啊 它造成你求生的意志的丧失 你就利用这个态势 去看到 就连求生的意志 它都是那么的薄弱 然后但是 你就在这个地方修行 你不用再多花力气 要去终结掉这个身体的生命 你听到我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这个毒药 你如果你懂得善用它 它真的是可以帮助你快速的摧毁 对意志的爱恋跟期望 Yes 我懂 对 你把求生欲 消灭掉了之后 那个结局 不需要是暴力的终结一个生命 而是 对于没有求生欲 没有求生 没有欲 没有意志的状态 全然的归顺 能听到吗 听得见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是 就是说可能对于我这个个性来说 它是那种更偏向于 经典里面所说的那个无有爱 这个可能更深一些 我想请教的是 就是说有没有一种 就是解脱门 一种法门 就是它跟 这个可能是 更符合我这种个性的 有没有这样一个道路呢 原本哦 灭 它是涅槃的同义词 可是我们佛教里面有一个术语 叫无有爱 它之所以叫无有爱 不是说那无有本身有问题 而是说你对于那个无有 你有匆忙 你有强迫 你有想要进去 你有想要躲起来 它是这一个动作在造成问题 不是无有本身有问题 那个心彻底的解脱 你如果要勉强形容说它是无有 就它是无有方锁 无有限量 无有位格 无有干扰 无有轰扎 这都是对的 这都是合适的 也就是说 对 也就是说 就是 不管说是一个人 他认可 就是在修行的初期 他认可 犯我呀 认可这个虚无啊 其实 这些东西 这些观念 这些标签 实际上跟这个人 最终是否能解脱 它是没有一个很 就是 很决定性的关系的 对吗 对 是的 它都只是一个 最重要的是 你 你在对着这个标签 你在做出什么动作来 譬如说你在 往它 那个方向奔跑 那就无有爱 你觉得说 你 跟那个无有的状况 有距离 然后你想要 强迫你自己 赶快进去 那种躲避 那就是无有爱 这本身是问题 然后 OK 对 我们的爱 如果没有穷尽的话 你不管你躲到哪个角落 你说 我把我自己消灭掉 把我自己 埋在多么深的地下 你真的埋到地下 你在那个地方 越不舒服 你又会要想要 对另外一个境界 有攀缘 所以为什么 亲生自杀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亲生自杀之后 你对于那个状况 还是会不满意的 而且往往在那种暴力 终结生命的状态 它的那个状况 往往是 迷糊的 混乱的 更不容易 醒过来的 如果你能够 忍受得了 痛苦 利用现在的橱窗时期 把所有的驱动力 那要去哪里 要去哪里的 这个动作 看清楚 让他回到 当下即时的家 这样就得到 大家休息 这样就没有无有 无有就不是问题 无有爱是问题 有也不是问题 有爱是问题 甚至讲欲的乐 也不见得是问题 但是欲的爱 它是问题 OK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好的 谢谢 OK 好 主老师你好 你好 上次就是 您说到的 就是要我 就是放出那个焦距 然后因为之前 有段时间比较精进 就是再送国体 这个地方的觉知 很明确 然后这段 这两个星期 我把它放掉了 然后在生活中的觉知 也变成一种 有觉知 但是是比较宽坦的 然后这是我的 残酷状态 然后呢 最近打坐的时候 就是看自己的意志 还是看自己的意志 然后就是进入那种 空定以后 会看自己的意志 或者是有时候 用以心关心 会产生一种 从那个 尾植到头顶的一个 比较强的电流感 然后它是经常 为意志 才能这种感觉 好像在 有一种 我的意志 在底处 这种观察一样 这种状态是正常吗 它会持续很久 你说意志 在底处观察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心 这个心好像 不想要你去 把它看得那么清楚 就用心看心 那种感觉 你看到这一点 就是看到 另外一个念头 就是看到另外意志 心的本身 它没有要和不要 是不是 你看到只是 就是另外一个意志 就继续看 继续看 然后你对 然后你看 看的这个过程 继续的 帮助你 自己 让你看的方法 是越来越 借着觉知的光 越来越像镜子 你如果 你会因为说 脊椎出现了什么现象 你就对这个地方 特别的关爱 特别的关心 那就表示说 我们被觉知的内容 所分心 我们忽略掉了 觉知它的平等性 我们忽略掉了 说实际上 重要的不是在于 那个脊椎 那个地方有什么现象 没有什么现象 重要的是 那个意志 它怎么形成出执着 如果意志 它被瓦解 那个结果 就是这里面 是谁独立出来的自我 这些所有的境界 它是给谁看的 是给谁受益用的 还有没有人是 那个看的人 受用的人 享受的人 快乐发生的时候 是谁在享受那快乐 痛苦发生的时候 是谁在承担着那个痛苦 大老师 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当我关到这个我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也会进入一种 更为无我 更为茫然 更为没有意志的状态里面 这种意志就是 但是我在过程中 待的时间不是很 都不是很长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会用你所说的解脱门 有时候会用无愿 就是在里面休息 或是有时候会 你看完阿豪 当当你 迷糊不清楚的时候 你这个里面也没有说是我 迷糊不清楚 还是说单纯就是 迷糊不清楚的状态 它是还是有轻微的我的感觉的 就是那种 它不是迷糊 它就是说 一种更为深的一种空定里面去 就是能 就能和所更 更为消失 更彻底的状态里面去 它就比平常进入那种关空 进入那种空定 更为深刻一点 但是它就是 那个我想要消失 不想要消失的那种感觉 不管进入到的是 多深或者多潜定 那个关键就是 你在这样的状况当中 它能不能帮助你洗一滩 一直回到这的地方来就会对的 如果说 你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开悟 能锁双亡 可是它不能帮助你减弱 你对自我感的爱 你的那个贪火的的话 那么这种所谓的物境 它是来来去去 它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它只是比较精妙的故事 它就是另外一个故事而已 所以重点不是在于说 我们经历到了多么精妙的开悟 重点是在于 我们有没有利用 这样子的心理的环境 来使得自己更乐意 放下谈 你要先知道什么是谈 譬如说你刚刚讲到注意力的问题 我们就从这样的角度来讲 注意力它怎么样会形成谈 那个注意力 当它盘旋在 那个好比说能锁双亡的状况 它有可能说我证得了 能锁双亡 我在这个里面 我是享受这个的人 我是被这个融射了 我被它拯救了 上帝包容到它里面 任何的这样的这种 认知 这样的动作 都在使得你特别的爱某一个状态 你把这一种状态当作是比较特别的 我们信号它呈现出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内容 你对某一种内容 你对那种能锁双的内容 它有一种 它是比较特别的 那个就是谈 你越来越看清楚 然后帮助你对于所有觉知的内容 都恢复平常心 都没有偏重 都没有偏好 这是重点是在这 不是要我们说 还能够进入到什么更深的境界 你若能进到深的境界很好 可是利用它 利用它帮助你自己看到多深的境界 你有没有在在乎一个内容 那最好是我会注意这个问题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经常在书里面都会提到阿江顿 的开始 就是他那个还是我有一段 有一句话不太明白 就是心往外送 对 跟外境跟就是 跟外境接触的时候 不产生波动 这个不产生波动 它是通过观来产生的吗 它是通过观来练习的 OK 它可以是透过止或者观来达到的 所以取一个例子来讲 实际上一切都是心 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因为 有勉强用力 费心好神的地方 当你在对境界 在追它 我要进去 我迫不及待的时候 这种用力 它是造成内在的压力 我们把这种内在压力 叫做是苦 为了说明方便 我们说这叫心离开 离开了它的本位 心离开它的本位 就是 起心动念 就是费心好神的同义词 我们有可能 能够在一些特殊的经验里面 好比说能锁双方 好比说体会到没有距离 在这样的这种经验当中 你可以刻意的去检查 你的心 它有没有在耗力 它有没有心 它有没有心性 如果你在能锁双之中 你继续做这样的用功 那么这就是有用的 这就是出世间法 如果你在这些特殊的经验里面 你没有这样的用功 你只是说 哇 我有一种很特殊的经验 能锁双方 那么这个就只是另外一个内容 它会来了又去了 你会觉得你修行 今天上午有一个能锁双方经验 可是今天下午又恢复正常 又恢复了本来那种 很平凡的那种响韵的状态 那朱老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经常讲到的各种解脱门 因为我之前经常喜欢关这个空 关这个面去 然后会进入空的状态里面去 这属于空解脱门吗 OK 这个空解脱门在佛经里面 它有很多不同的语境 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比如说有一种空 它的意思是指说 你剔除掉了所有的干扰 你看不到有任何的干扰 那叫空 有一种空 空我空我所 也就是说 你看到境界 但这里面没有参与者 有动作可是没有做的人 有声音没有听声音的人 有说话有动作 可是没有做的人 没有讲话的人 这也可以叫做空 还有好多不同空的意思 看你是 讲的是哪一个语境 然后这些不同的解脱门 它是有点帮助你 气入到 一种无色的 定境 但是你不是只是待在这个无色的定境 你是在这个无色的定境当中 把它当作是一个戒毒度假存 在这样的定境当中 去继续好比说维持着无欲的状态 去减损你欲望的状态 去减损你我值的状态 这样听得清楚 也就是说这种各种解脱门可以帮助我们进入更深的定境 也可以甚至也可以帮助我们进入最后的解脱 各种解脱门都是可以混的或者灵活的使用的对吗 它是可以灵活的使用 而且本来我们的心它就是很灵巧的 你只要微微一个调整 你可能一个细微的想它的放下 一个细微的想它的调整 你就进入到一个不同的境界了 然后在这些不同的境界里面 如果你都能够维持着缠纳的基调 记得那就是保持无欲 深化无欲等等的 我们今天所讲的 那么这些解脱门 它就是会 让我们不是只是去到无色结尔 而是会减弱我们的烦恼 会移除掉我们的烦恼 好的非常感谢主老师 OK好谢谢你 朱老师好 你好 就是前面发邮件提问的 那位抑郁的高中生朋友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有机会就是来到 到聊天去找我 因为我也是在抑郁方面 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嗯 因为我们 谢谢你 谢谢你越乐乐意一起 帮助 同修 嗯 嗯 对 我也认识好几位抑郁的中学生 大学生这些 我们好些年里 彼此的陪伴支持 知道他们有些人也考上不错的大学 嗯 太好了 可能 对青少年来说 可能 你周围的成年人 他们很 是很少能够理解你 他们可能更多是给你压力和 赤责吧 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找我 我叫虫二 嗯 太好了 然后这个 嗯 嗯 你自己生命里面所遭受到的辛苦 你把它转变成为 然后对其他的人的慈悲 通力性 这是很好的 然后一个抑郁症 他治疗成功与否的标准 肯定不见得是能不能够进到好的大学的啊 哈哈 我想我们都有这样共识的 哈哈哈哈 呃 对对对 嗯 我是觉得中学生朋友应该会比较 敏感一些嘛 所以我就告诉他 我也是有好些中学生朋友 好极了 好 谢谢你 啊 然后我的禅修最近的情况 我看最近十几天中就是因为前面有很多烦恼 所以后来就那个禅修的动力又比较强 然后就会很密集的在听所有的课 那个我就一边在手机上打游戏一边听 所以打游戏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 因为我当时就会听得很生生入耳 就很听得进去 嗯 嗯 朱老师讲的就比较有感触的就是 您有讲呃 一个就是对念头不感兴趣 还有说我们说来什么来的就是觉知 其实不是我们要用力去做的 而是 我本来就是觉知 对 你就是要去看我和什么东西最近 其实是和觉知是最近的 而不是那些烦恼 那些现象本身 甚至于你你你你讲说我跟什么东西最近 这也都还是一个念头都还是一个意志 所以他还跟觉知有点距离对不对 还有我跟觉知近 其实还是有距离的 哈哈哈 很明白 对对 其实前面你以前好几年里您也讲过很多次 说那个什么来的把念头当做是陌生人的窃窃私语 但是以前我还是很很难戴得到吧 然后最近似乎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够约摸理解到了 嗯 然后那个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我我过了一会儿我会告诉我就反应过来告诉自己说他他是来坑我来骗我的是来忽悠我的 对真的真的 他他的发出声音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要帮你而是他自己的不安 因为他的愤怒因为他的欲望因为他的担忧所以他发出这声音来 嗯 就像中生一样啊很多是父母亲他他教训我们啊他你勉强说那是爱可是实际上他发出那声音来是因为他的烦恼他自己的焦虑他自己的焦虑他的不耐烦他的欲望所以他在教训教训他的小孩嗯 那个啊像有一天我我睡觉前躺在那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就我能感觉到那个有念头升起但是我对他没有那么感兴趣 我是能感觉到那个一些寻就是一些寻和寺的这种调整然后当时想这样下去的话其实我有可能会要进入出禅了嗯不过这种状况并没有就是他并没有持续很久 所以当然也没有进入出禅吧嗯那个平常你如果你一边打游戏一边听那时候没有打游戏的的话当然就跟禅纳就无缘了是不是禅纳他是需要你虔诚然后全心的交托然后有一种还要乐意放下万元他不会说啊我藕断丝连哎我这个地方舍有点舍不得我这个地方 对对对那次没有打游戏不过也没有在那个继续进行下去嗯嗯就是就是这些天里有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很就是好像是有点突飞猛进一样吧但是也有很多时候那个状态又会退转嘛就是烦恼又会比较 比如说我就又很想去买衣服什么的嗯但是你还是能感觉到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你还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完全的跳进去了 比如说我我我还是会记得听法一边买衣服一边还在听然后听了一会就是我感觉我的心就 是吧还是听了朱老师在说那些我的心没有完全的那个塞进去就烦恼了我现在不是那么怕烦恼了我觉得是用一种还是用一种慈和的态度去不是像以前就否定各种状况你怎么又打游戏怎么又买衣服而是那个用慈心去是吧温柔的啊就是了解这些状况而已 对是的 越来越来越知道 什么样的动作不需要什么样的动作啊可以 中到能够恰到好处 好的那个没有问题了 谢谢你的分享好 谢谢朱老师 时间时间也到了 希望这个所有的与会者祝师平安 那我们就下回再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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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üyük